路上警報的警戒區域 剛剛最新發布的消息 這是上午11點的時候 目前颱風的中心 是在花蓮東南方 大概62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個小時22公里的速度 它又開始變快了 朝著西北溪的方向 已經快要接近 台灣東半部的海面了 那幾個數據 你可以看到近中心最大風速 每秒40公尺 其實沒有改變 都還是在13級風 雖然說它還有增強的可能 但目前看起來 就中心風速的部分是沒有變的 但是暴風半徑在七級風的部分 是250公里又擴大了 上一報是220公里 這一報是250公里 所以等於說影響的範圍又更大了 當然碰觸到台灣的時間點來講 可能又會比原先的預估 要早一點點 我們來看目前 第一波路上警戒的範圍 是花蓮 宜蘭跟台東 花蓮確實是看起來 有機會是台風登陸 最首要 最首當其衝的一個地方 再來就是宜蘭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逆時針的方向來講的話 宜蘭的風雨的感受 會比較早一點開始出現 再來台東也不是沒有機會 是這個颱風選擇登陸的地方 所以氣象局 目前說就這個路徑看起來 好像感覺它會比較靠近花蓮 但事實上它有機會 還會再漂移的 所以有可能是在花東之間登陸 當然詳細的登陸的狀況 真的是要等到颱風的中心 已經來到陸地旁邊的時候 這個時候可能才會最後的確認 但總是這個颱風在首當其衝的地方 花蓮跟台東都要務必的留意 你看明天中午的11點 颱風中心其實就在 花蓮東邊的海面上了 所以氣象局說 原本預估大家明天中午 這颱風中心會登陸 但現在看起來可能會延後一點點時間 可能會是在中午過後才會登陸 所以這個影響的時間 又變長一點了 大家特別留意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 這個衛星雲圖的部分了 最新的衛星雲圖 你可以看到這個颱風 每個小時不斷的在改變怎麼樣 因為它變得越來越扎實了 從今天一大早的時候 它還比較鬆鬆散散 是東中看到的 好像還有一些空洞 但現在看起來 它越轉 越扎實 越完整了 所以這個颱風一方面擴大 一方面變強 一方面越來越扎實 這風雨的狀況 到時候直接衝過來的時候 全台覆蓋當中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那不是說只有雨了 風的感受也會很明顯 而且是全台有感 今年到目前為止可能部分颱風 都會比較在東部或南部 比較有感覺 但這個颱風 北部跟中部 同樣也會非常的有感覺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目前看起來 這是今年靠近台灣來講 最胖的 最會有感的感覺 大家都常常講說 今年地表最怎麼樣 這看起來是目前 今年地表最胖的一個颱風 範圍非常的大 環流非常的大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那也就是因為它環流很大 你看其實最外圍的環流 其實已經開始會北部地區 特別是宜蘭 已經開始帶來一些降雨的情況了 下半天開始會逐漸更加的明顯 提醒大家 你看它的結構來講 其實有一些專家也觀測到 發現這個颱風 它的其實不是一個很對稱的向線 可能在它的這個北邊的部分 感覺是風力比較強的 南邊的部分感覺雨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其實影響台灣通過的時候 當然是有風有雨 但好像講起來的話 可能會是南邊的這個雨勢 東南邊的雨勢 可能會比較大一些 那西北邊的風會比較強一點 就要提醒大家多加的留意了 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模式的預測 接下來降雨的部分 因為其實這個颱風 其實還是比較擔心的是降雨的部分 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你看颱風其實已經 就在台灣東部的海面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 雨勢因為逆時針進來 會比較在北部跟宜蘭 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東半部的這個花蓮台東陸陸續續也會開始了 到了凌晨2點的時候 其實颱風真的已經很靠近了 這個時候其實包括北部 包括東部 甚至一點點的南部地區 降雨的感覺 風的感覺都出來了 到了明天中午12點 我們就抓這個中午 大概颱風快要登陸之前的這個時間 是全台的雨勢 都已經差不多都是紫色等級的 這個好雨的降雨的情況了 提醒大家在明天的這個白天 會是這個雨勢最明顯的時間點 再來到了明天的晚上 就說要注意了 因為明天在下半天開始 颱風通過台灣出海之後 風向開始 從一開始前面都是東北風 可能是北部 東部比較明顯 到後來變成西南風進來之後 中南部地區就要注意降雨的情況 但是它環流域很大 所以轉上來之後 其實東半部都還是會有一些下雨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幾個雨區的方面 就是北部 東部 然後開始轉到南部跟中部 多加的流域 整個時間的時常的預測 我們也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一起來看看 首先在今天的下午 原下已經中午了 然後剛剛其實路上警報已經發布了 所以桃園以北 宜蘭跟花東 已經開始逐漸先有雨 風的感覺可能是一陣一陣的 但是像是北部 東部 越晚感覺當然就會越大 這晚可能就是天黑之後的那個晚 越晚風雨會越大 南部的雨是大概到了晚上 陸陸續續也會開始出現了 接上來就是今天夜裡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目前氣象局是預測說 暴風圈碰觸到陸地的時間 很可能是在明天的這個清晨前後 那當然你知道暴風圈只要一碰觸到 花東的陸地 那個風雨的感受就會立刻很明顯 而這個時候中部也會開始有風有雨了 所以今天整體來講就是 今天的晚上開始風雨的感受就會到了 那到了明天 中午 午後 這個颱風的中心 會是在中午過後 變成是下半天才會登陸 那花東之間的話 你也知道不管它是花蓮還是台東 它暴風圈那麼大 250公里的半徑 會整個籠罩台灣全台的風雨 都會很明顯 而且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西北邊風它看起來 這個風比較強一點 東南方雨大 但是這個雨大只是一個 東南方感覺比較雨大 完全台其實都會有比較大的降雨 那等一下也會有這個 風雨預測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這次的總雨量是多少 等一下氣象局會提供這個數字 那後天的時候還是要注意 因為颱風逐漸遠離之後 雖然說好像風是停下來了 但是因為後面的這個西南風 還是會帶一些水氣 中南部的降雨 就可能還會比較持續一點 大家要持續的注意 所以這個颱風整個影響的時程 會是從今天的比較晚一點開始 然後一直到明天一整天 一直可能要到後天 星期三的上半天 陸陸續續才會解除 所以接下來只有做好 最好的防胎準備 因為這個颱風還有機會增強 還有機會擴大 那影響又是直撲 所以務必要多加留意喔 以上是這一節最新的颱風動態